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机跌落出列车 铁井夜班去寻所 不为腿伤旧病患 医者人数暖心窝 接下来听张云跟我们聊稀奇 这是为啥吃饭不能自带酒水 否则不想优惠不开发票 为什么不允许自带酒水 哪条法律规定的 这是我们家老板规定的 老板规定也可能构成侵权 这样属于霸王条款 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属于霸王条款该行为无效 第一报道 今日关注 不能带酒水 各位晚上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报道 我们到24小时 新闻服务热线043188501234 随时开通 欢迎各位播打 来关新闻 2018年的长春市在打通断头路 卡伯路 开通新道路 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方面 一直在做努力 最近一段时间 包括湖光路 飞越路 以及飞越东路等一批断头路 和卡伯路的顺利通车 让这些街路周边的交通 是越来越顺畅了 最近光谷西街又建设完成 并且顺利通车了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光谷西街 也是近日新开设的一条新的道路 它连接了飞越路与飞越中路 那通过镜头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条道路呢 它设置了双向四排车道 全长大约有600米左右的距离 它的开通呢 也极大的缓解了 欧亚卖场周边的交通压力 据了解 光谷西街的开通 可以有效地实现车辆导流 利用该街路通行 可避开多个交通节点 经常出入这附近的市民 为这条新落成的打结点赞 那我以前走的时候吧 就走那个卖场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广场 广场过去 现在那个开通以后了啊 直接搬那个地条的路 直接就可以上那个开运街了 特别特别方便 这条路开通确实是挺方便的 我这边拐弯就能直接 那个到卖场啊 到相关的指定地点 能够直接就过去 少很多 要不这个方向得绕很大一圈 在以前 车辆若想从飞越路 驶入开运街北段 由于无法从开运街 立交桥下右转弯 因此只能借助于 欧亚卖场内部停车场 实现交通转换 由于欧亚卖场停车场 车辆较多 行人较多 因此并不容易通行 而光谷西街通车后 车辆由飞越路 可提前进入光谷西街 通过该街路 可行至飞越中路 并可由飞越中路转向 选择光谷大街和开运街 这解决了由飞越路 无法转换至开运街 北段的问题 另外在以前 车辆若选择从开运街 北段进入飞越路东段 即开运街转向进入飞越路 往硅谷广场方向 车辆必须通过开运街 立交桥在纵横路掉头 或经由欧亚卖场 内部停车场进入飞越路 但光谷西街通车后 车辆可直接选择 从开运街提前进入飞越中路 再转向至光谷西街 通过光谷西街 进入飞越路各个方向 第一报道于阳松建报道 由长春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 与我们第一报道 栏目联合推出的 交通违法曝光台 本周继续在曝光中 那在以前的节目当中 我们是多次提醒各位驾驶员 咱这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但是还有一些驾驶员朋友 听不进去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的曝光的违法驾驶员 到底都有谁 长春市主要揭露的监控探头 早已经是高清的了 只要发生交通违法行为 就会被抓拍 哪怕是看上去 没那么明显的不系安全带 一旦被抓拍清晰可见 你可就成焦点了 GA33SC9 在硅谷大街卫山路 驾驶员被抓拍到 没系安全带 图一地段 GARS808也被抓拍到 GA807BF在电台街光谷大街 有同样的违法行为 以上三名驾驶员 因不按规定借安全带 将被处以罚款50元 现在很多驾驶员都感觉 开车容易停车难 在商业区或者是人流密集场所 找个停车位确实不容易 但不按规定停车 将家具交通拥堵 GA11EP60 在自由大陆立信街 存在违法行为 还有的驾驶员 在主干道把车停在停车位里 而在胡同里常常随意停放 GA286AD在无松路胜利大街西胡同 GA9766F在永吉街通话路被抓拍 以上车辆因不按规定停车 将被处于罚款200元 闯红灯是比较危险的驾驶行为 大家都知道 红灯停绿灯行 可有时就为了抢那么一秒两秒 而把安全置于脑后 卫星路卫光街属于人流车流密集场所 但GA42A63在红灯亮起 前方还有行人的情况下 仍然闯红灯 存在同样违法行为的 还有GL965W在青年路流影路 GAJK725在宽平大陆永寿街 以上驾驶员因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 被处于罚款200元继6份的处罚 第一报道张言若冲报道 说完了交通问题 我们再来说说天气 今天早上起床 看着窗外天陈阴沉沉的 一直以为窗户 估计外面气温很低 出去之后还好 发现气温不是很低 但是很多人跟我一样 都在怀疑说 今天阴沉沉的天 是不是暴风雪将来临了 确实是这样 因为从昨天开始 可能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咱们吉林省那部分地方 就已经开始下起了 稀稀利利的小雨 虽然这个降雨量不是很大 但是确实是从昨天开始 咱们吉林省迎来了一次 大风雨雪以及降温的天气 受蒙古气旋影响 12月1日开始 我省东南部地区 出现了小雨天气 省内其他部分地区 陆续出现大风雨雪降温天气 预计从今天午后开始 到夜间这段 东南部地方就是通化南 白山长白山保护区一带 会有这个小到中雪 部分地方可能会有大雪 其他呢就是吉林 东部和南部 然后通化北部和沿边地区 是雨加雪转小雪 伴随着这场雨雪天气的来临 从今天白天开始 我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 全省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寒潮天气 累计降温幅度可达10到12度 在北部和东部山区部分地方 累计降温幅度可达14度左右 部分地方过程降水量可达12毫米左右 我们在今天早上呢 发布了这个东南部地方 这个道路冰雪的蓝色预警信号 伴随着降温的出现 我们在中西部地方 就是白山松原 长春四平和吉林西部 辽元一带呢 发布了这个寒潮的橙色预警信号 专家建议 相关部门要做好防寒潮应急工作 注意防寒保暖 农业水产业畜牧业等 要积极采取防霜冻冰冻等防寒措施 尽量减少损失 并做好防风工作 明天白天开始 一直到就是6号的 就是5号夜间这段呢 大部分全省大部分 以晴好天气为主 气温呢 是一个就是持续偏低 然后从6号白天到7号 我省东南部地方 还有一次小雪天气 第一报道 这要送件报道 同样就在今天早上受低温降雨天气影响 沿岐地区的路面严重结冰 对群众交通出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下来看一下 浑川方向730公里 路面结冰 现在是小雨 西白的隧道 桥梁接风处 湿滑 宜兰河大桥 路面结冰 记者从省高速公路公安局 延级分局了解到 低温降雨天气 致使浑雾高速 安徒至浑川段 出现黑冰路面 延级分局对辖区路段 实施入口封闭管制 包括中 全这么硬 等车数也不多 没有 顶上车也太少了 上坡的时候怎么样 上车也不好上 我们对 红高速 安徒至浑川 延龙高速 红岩高速 进行了全面封闭 目前呢 道路上接了一层薄冰 也就是我们通称的 黑冰现象 这种黑冰呢 不容易发现 而且呢 是非常滑的 并且呢 在冬季的时候 无论是否安装雪机胎 对这种黑冰呢 都是没有用的 受天气影响 延级朝阳川国际机场 关闭至晚上六点 启动了所有的 清雪设备 以及车辆 正在进行 除冰雪作业 但是因为 目前的机场 这个雨水啊 一直没有停 对我们的除冰作业呢 造成一定影响 目前为止呢 我们现在 所有的力量 都在跑道上进行清理 据了解 延级朝阳川国际机场 受天气影响的 进出港航班 共计十四个班次 其中 重庆到延级到重庆 此次 低温降雨天气 对延级室内交通 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今天一早 延级室官局交警 巡警 特警 及派出所民警 全员上路 出动近签名警力 分散在全市主次干道 疏导交通 记者从延级室公交集团 有限公司了解到 由于路面接冰严重 公交车在运营过程中 发生多起交通事故 公司紧急采取 暂时停运措施 另外 延级室所有客运搬车 也全部停运 下午两点 延级室又迎来了降雪天气 随着降雪的到来 给当地群众出行 带来很大的影响 另外 记者从省森林公安局 叫警支队了解到 省森林公安局 叫警支队 松江河大队 临江大队 辖区道路 出现接冰情况 大队民警 全员上路 做好勤务 同时与养护部门 一起撒防滑料 提醒过往车辆 减速慢行 对育困车辆 及时展开救援 力保交通参与者 人车安全 第一报道 从路径 通讯员王莹 李士宇 陆瑞报道 所以说马上就要到冰雪的季节了 这种天对我们来讲肯定是很常见的 所以电视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 刚刚还是我们说的那个话题 一定要系好了安全带 同时减速慢行 给自己安全 也给别人带来安全 同时我们也要为 执勤在一线的这些交警和民警同志们点个赞 咱们再来换个话题 这个说说吃 这请客吃饭 大家都很经常 那就是几个三五好友在一起 高高兴兴地聚一聚 热热闹闹地联络一下彼此的感情 但是最近呢 长城市民刘女士就因为吃饭喝酒 这事特别闹心 一起来了解一下 11月30号 记者见到了长城市民刘女士 面对记者 她跟我们讲述了自己前几天在饭店的遭遇 中午我们几个女生去那个烧回大厦吃饭嘛 就安达街那个 然后我们是自带了一个气泡的葡萄酒 刘女士告诉记者 这瓶酒是自己前几天参加一个商业抽奖活动中的 本来想着自己中奖了 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再加上自己和朋友们很久没见 想小聚一下 她就带着这瓶酒来到了安达街少会大虾饭店 准备在吃饭的时候 与朋友把这瓶酒喝掉 然后当时就是在那开的时候就喷的一声 然后服务员听到声音就过来说不允许自带酒水 而且自带酒水是不能享受那个折扣 然后美团的优惠券也用不了 然后还不给开发票 对于服务员的做法 刘女士觉得很不合理 自己带来的酒水为什么不能喝呢 于是刘女士没有理会服务员和朋友一起将自己带的这瓶酒喝光 但是到了结账的时候 服务员却告诉她 由于赵女士自带酒水 所以不能享受店家的折扣优惠 也不能给她开具餐饮类的相关发票 对于服务员的回答 刘女士表示很气愤 结账后 她将自己在饭店的遭遇 反映给了工商和税务部门 就是都给我有反馈 然后问我怎么想处理这个事 我说就是说给补开发票 然后商家也是可以道歉 但我觉得就是不是说我要求她道歉 也不是说我差这一张发票 但我就觉得这种罢王条款 就是不应该在这种商家里面存在的吧 就是这种行业里面就挺不合规定的 反正我就觉得消费者也是不应该受这种待遇 对倒不是说钱多少的事 虽然刘女士的遭遇在投诉后得到了解决 但是记者了解到 像刘女士的这种遭遇 在餐饮场所自带酒水 就不能享受优惠 不能开具餐饮类发票的现象 在长春市餐饮行业也多有存在 我们的记者也对此类现象 进行了市场调查 我们能自带酒水吗 你就可以天天 我们自己也不参与任何优惠 开不了发票 你自己带酒水怎么能开钱呢 自己带酒水 开不了发票吗 本来就是住水住钱 对不对 第一报道 综合报道 经过对于多家餐饮行业的调查 记者和刘女士遭遇了同样的待遇 如果自带酒水 就不能享受店内的优惠 也不能开具餐饮业的发票 那么店家一句轻描淡写的 这开发票我们就不挣钱了 就真的能够成为不开发票的理由吗 对于这种就餐不让自带酒水的行为 长春市民又是怎么看的呢 那你认为这种不让自带酒水合不合理 应该是不合理的吧 但是不是也算什么潜规则之类的 就已经都普遍的都这么认为了 也就不说什么了 人家也合理 人家有的菜不挣钱 酒水的不挣钱 开饭店干啥 是不是 起码要开瓶费行 我说他连开瓶费都不让你带 那就那回事吧 不让带咱就自己 在他那喝 记者在长春市街头采访了解到 多数市民认为 这种不允许自带酒水的行为 是不合理的 对于店家的这种要求 许多市民也选择了默认 但是究竟这种不允许自带酒水的行为 有没有侵犯到公民的合法权益呢 结合相关事实 饭店不允许自带酒水 有违背公平原则 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属于霸王挑换 该行为无效 消费者索要发票 等购货凭证 或服务单据等 经营者必须出具 如饭店聚开发票 消费者可拨打12366 纳税辅热线 或者当地的税务稽查机关进行举报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201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40周年 40年春风话语 中国人民用双手 出现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实施 这一年退休在家的 吉林日报社摄影记者潘永顺 用自己多年从事新闻工作期间拍下的新闻图片 梳理出了一段段难忘的记忆 这些新闻里的光阴故事 也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的变化 一台相机 数以千计的新闻图片 这是潘永顺最宝贝的物件 1976年 潘永顺成为吉林日报社的一名摄影记者 过去的40年 这位老摄影记者的足迹 遍布吉林城乡大地 回想1978年 采访过程中让他印象最深的事情 就是人们挤公交的场面 因为那个那时候这个公交车比较少 好多人为了赶时间上班 车来了之后又挤不上去 这样的话就你看那画面上 至少有三个人在车门口那样挂着 下面还有一个人跟着跑 就想上去这班车 要上不去的话 有可能你这个上班就完了 那种状况在当时比较普遍 这个画面现在看不到了 因为现在这个城市交通改善比较好 又有轻轨了 又有地铁了 城市交通的路线也多了 还有出租车了 所以没这种状况 1978年前 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 粮 油 肉 糖 棉 布等日常食品用品 皆是停票供应 那时能买到猪乳的确凉部 有机塑料钮扣 维尼龙袜 手表 自行车 缝纫机缺零货物 是极不容易的事 人们穿的衣服也大多灰蓝白三色 八十年在零一穿这 现在比过去好多了 渐渐地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 人们生活在一天天改变 人们的衣着也不断随经济的好转 演变着颜色与款式 家用电器 电视机开始出现了 我排过一两张这样的画面 这样的照片 就说特别感兴趣 特别好奇 因为家里没有啊 有时候营员调电视机 围了里山城 外山城的在看 虽然买不起 要看一看 你们有些外人户也有钱了 有的对文化生活有追求 就买台黑白电视机 这个东林西外呢 都过来看看 你等这个改革开放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我都在这方面 我记得我有过报道 你现在如果下降看看 家家后不是彩色电视机 有的家是夜镜的超白 超薄的彩电 这个都比较普遍了 八十年代后期 电视机 电饭包 冰箱 电风扇 洗衣机等电器 开始成为家庭必备之物 也是从那时开始 牧区的人民不再骑马放牧 他们的坐骑 由吃草的马 变成了喝汽油的摩托车 当时我的创意就说 跟着马说再见了 以后我就不提你骑马 可能跑放牧了 这就是改革开放十几年了 确实就有变化 改革开放就说 应该说一年比年都有变化 去年和今年 今年一看就比去年还好 从主要依靠步行 到拥有第一辆自行车 摩托车 从十组几十公里的绿皮车 到十组三百多公里的高铁 从长时间排队 搭公交车 到如今手机一开 就能叫到网约车 车轮悠悠 折射出时代的进步和变迁 到了九十年代 让潘永顺感慨最深的就是 一九九八年那场特大洪水 开始来的时候 这个房子都是在这个 都挺好的 一点水没有 没有 也就是一个钟头左右吧 整个的水 就把这个地方都沿了 水呼呼就 眼看了就往上 所以也很可怕 一九九八年那场洪水 当时被称为百年一遇 不光是洪峰墙 频率高 而且范围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 嫩江 长江 松花江 覆盖二十九个省 从南到北 几乎同时遭受洪水 在这样一场大灾难后 让受灾群众和潘永顺 没有想到的是 受灾地区 竟在一年后 就完成了重建工作 人们又过上了 安居乐业的日子 通过抗产险 这个取得的成果 和灾后一年 受灾农民的兴趣建设 给我感觉到 就说国家的强大 经济实力的增强 要不然的话 农民说受这么大的灾 想不到一年之后 党和政府就把新房建起来了 农民可以搬进新居 学生也可以在新校舍里上课 这个老百姓是 对党和政府 是大目的灾扬的 时光的飞轮飞速前进 进入21世纪 潘永顺迎来了工作生涯中 最荣光的一件事 2009年10月1号 在首都北京 潘永顺亲身经理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 这让潘永顺 切身感受到中国强起来了 这件事 是我至今还想起来 还心潮澎湃 为什么呢 又说这个 过去说 咱们老百姓是富起来的 通过我参加60年 这个国庆大典 我感觉到 我们中国强大了 看到这个 反应经济成果 科研成果 教育成果 这方面这个游行队伍 确实看着很感动 尤其是看到 部队的各种车辆 各种装备的 这个过来之后 特别振奋 空中的飞机 从天空划过 带着彩带 那时候的心日不下 国家这么强大 我们谁都不怕 这40年 中国改革巨轮 破浪前行 穿行在岁月的光影中 潘永顺 记录下来 态度欢乐 胆伤 清洗和震撼 这些新闻里的光影故事 记录着潘永顺 近40年的工作 也见证了 改革开放40年的 中国巨变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了 那发生在公交车上的那一幕 让很多人感到通心和愤慨 而就在前两天 贵州毕竭市区 也发生了一起 女乘客掌锅公交车司机的事件 争执当中呢 公交车司机予以了还击 导致这辆公交车 撞在了马路边上 而事发的时候 这辆公交车 正行驶在一座桥上 但万幸的是 这辆公交车 及时地停了下来 11月28号下午6点40分 在毕竭一辆12路公交车上 一名女乘客 因与司机发生争执 竟然直接给司机一记耳光 不甘示弱的公交司机 回手还击女乘客一下后 又猛地打了下方向盘 导致公交车失控 冲向路牙 所幸的是路牙不高 刚好把公交车给卡住 让人后怕的是 这也刚好是在一座桥上 通过车载监控 我们可以看到 事发时车上还有数十名乘客 虽然公交车冲上路牙时 发生剧烈颠簸 但好在没有人受伤 对于乘客和司机的做法 大家纷纷进行指责 并向警方报了案 经过初不了解 双方发生争执的起因 使司机监督两名女乘客 投币引发乘客不满 双方发生口角 甚至还发生了抓扯 目前毕竭公交公司 已将司机解聘 涉事女乘客 因为涉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涉事司机 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被处以行政拘留 下面这个事 依然和司机和乘客有关系 最近在山东青岛 又发生了 在行驶的公交车上面 乘客与司机动手的惊险一幕 在青岛320路公交车上 一位醉酒的男乘客坐过站 还非要违规 从前门下车 你下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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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 下秋后面下来 嗯 这不是空包到的啊 空包到的 你干喝点心 你干下秋后面 我还在游戏怎么的 在找麻烦啊 你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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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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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势员被醉酒男子 拽离了座位时 车辆还在行驶 这个路段正好是有点下坡 车辆失去控制后 滑行得很快 而这条路上 人流车流都不少 车上的常客吓得尖叫 好在司机在紧要关头 赶忙拉了手刹 并与车上常客 一同控制住 这名醉酒男子 然后变得很快 满身酒气 这个行字 不是特别清晓 就是一看就是喝醉酒了 这个大叔以后 通过一天的那个醒酒 第二天他就这个 酒醒了以后 但是对前一天的事情呢 记得不是 一根本就没有什么记忆 这名男子最后还是通过 回看监控视频 才意识到自己酒后闯了祸 该男子姓孟 据他说 当天中午自己和朋友吃饭 喝多了酒 才发生了后来的事情 目前孟某因涉嫌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公安机关行使拘留 这段时间 江苏多迪呢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持续雾霾天气 而气象部门更是贫乏预警 牵引市民呢 尽量能够减少除外出 然而呢 在南京七峡区某小区里 一些平时就跳惯了广场舞的阿姨们 这大雾霾天也想坚持锻炼 这考虑到外面雾霾实在是太严重了 他们居然找到了一个酒店的大堂 跳起了广场舞 11月27号晚上7点半左右 十几位阿姨陆陆续续走进了南京的某酒店大堂 十分钟后 做完准备工作的阿姨们 旁若无人地跳起了广场舞 这一举动惊呆了酒店所有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劝阻无果后只得报警 民警赶到现场后 大雾霾仍然自顾自地跳着舞 面对民警的询问 他们表现得理直气壮 你们不能在那边跳舞 先生你不能到哪这个地方来 先生啊 我们这不是核米林区 这是核米林区 接用一下 你要跟他们最起码跟人家 要说话 你健身 你可以通过社区 或者通过物业 对不对 这个酒店呢 对外营业 但是呢 她的位置呢 也在小区 算小区内 所以大妈们就认为 既然我们是业主 这个酒店 我们就有使用的权利 经过民警的协调 酒店方最终答应 当天可以给阿姨们行个方便 我刚才问一下 今天就算了 明天不要今天了 这毕竟是影音场所 不论是我们来 我们都不来 最终阿姨们跳了40分钟后 才收拾东西离场 民警表示啊 阿姨们跳广场舞的初衷是好的 雾霾天转站室内 也是可以的 但前提是 不能随意进入营业场所 干扰正常营业秩序 除非是和对方协商 取得同意后入场 阿姨们的行为 已经违反了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我们治安处罚法的话 他们可能扰乱公共秩序 这种行为 情节严重的话 可能要处以罚款 或者行政去留 那又到了我们第一快嘴的时间了 今天张云要跟我们聊 什么样的奇闻趣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 您即将收看的是由 吉林银行冠名播出的 第一快嘴 白尔想分说天下是 瞧嘴道尽是奸情 天南地北杂谈论 细笑怒骂聊古今 咱是敬唠 时刻 第一快嘴张云 在这给您行礼了 说第一快嘴 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呀 上厕所玩手机 是很多人的标配 而因此手机 手机调进厕所里的也大有 人在 11月14号的晚上 一名旅客就在列车上上厕所的时候 存有重要资料的手机不慎掉落 并从厕所的排污管一路滑到了车外 安山铁路派出所 接到女子 报警电话 手机丢 这个手机是很重要 存有大量的账单和信息 火车行进 中途不能停 女子是俩眼直 邓根着急 接到报警后 民警就走了五公里 终于在铁轨中间 找到这部失落的手机 手机也失而又负得 女子激动不已表谢意 虽然手机是已损坏 但是重要信息没丢失 民警废了半天尽 终于没有白努力 看到这儿啊 大家也许想问 铁路民警就这么闲吗 一部手机也给找 其实啊 如果您搜索关键词 铁路民警 十条里头 有五条是帮旅客找东西 找现金的 找包的 找手表的 别看铁路民警办的 都是看似不起眼的小事 但这些小事啊 其实都是实实在在 影响每位旅客的大事 可以说呀 没有他们 我们的旅途 就不会那么平安顺利 下面说的是 近日湖北一家医院的女护士 偷偷拍了一张照片 温暖了无数的人 这是一张什么样的照片呢 单江口的陈医生 崴上了右脚在休养 接到同事来集电 一位孕妇的情况复杂 需要他到医院去帮忙 陈医生 二话没说起身就去拿拐杖 同事接他到医院 他这一手竹拐杖 一手扶着墙 忍着疼痛走进手术室 孕妇的情况很复杂 疤痕的子宫横切口 中度贫血 养水多 需要紧急做手术 陈丽就是来主刀 左腿支撑着做手术 右脚疼的 不敢把地招 护士看他腿发抖 搬来了凳子 把那膝盖撑起来 就这样 陈丽单腿 跪在了手术台 专心致志 继续做手术 一跪就是俩小时 最终是母女平安其欢喜 抬腿 弯膝跪下 这一刻定格的 是最美的姿势 冷的是手术台 暖的是人心 为妇产医生陈丽点赞 也祝福这对母女 平安健康 这正是 手机跌落出列车 铁颈夜搬去寻锁 无畏腿伤就病患 医者人数暖心窝 大千世界故事多 咱把奇闻来说一说 说什么呀 快递小哥 因为快递被偷在雨中爆枯 前一段被不少人刷屏 大家纷纷表示很心疼 但经过记者的一番调查 事实并非如此 一天的下午是大雨在倾盆 网友发文称 快递原冒雨送快递 结果快递被人偷 小哥在雨中爆枯发出声 一直在嘶吼 这叫我怎么办 听得让人很心痛 微博中的定位显示 该网友所在的地方 为上海华东师大 微博被媒体转载后 有媒体称 他们从事发地附近的派出所了解到 11月15号下午 确实接到了一位快递员报警 称其派送的快递丢失 快递员报警师说 公司可能将损失算在他的身上 截止目前快递仍未找回 但记者专门就此向公安机关求证 警方称他们并未接到类似的警情 消息不实 民警接着去调查 联系到视频的拍摄者 他说只是看到快递员 不停哭泣着 所谓快递被盗 只是个人的推测 目前已经发文来澄清 恳请大家停止转发 不要再以鹅来传鹅 记者同时就此事询问了多家快递公司 他们都表示视频中哭泣的快递员 不是自己公司的员工 11月19号上午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 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 警方找到了视频中的快递小哥 据了解快递小哥当日在华师大三村送快递时 因与女友吵架后站在雨中哭泣 并没有发生快递被偷的情况 当时一位热心的大爷看到小伙子哭得很伤心 还过去说了几句 帮这个快递员撑散党雨 后来快递员没派件就走了 这正是快递小哥雨中气 网友以为丢快递 结果剧情神分转 吵架分手伤心地 看来眼见的不一定为实 很多事情不要妄加推测和传播 不过网友对此事可是一边倒的心疼快递小哥 情侣吵架总是伴随着雨和眼泪 希望快递小哥和女友能够重归于好 好了 今天第一块嘴就和大家聊到这 下回咱在说稀奇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 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区有小雨 预计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 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转偏西风 全省各地的最高气温在零下一度到零下八度之间 与今天相比气温略有下降 来看中国天系网刚刚发布的 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长春晴零下十到零下五度 吉林多云转晴零下十二到零下六度 四平晴零下十到零下五度 辽园晴零下十二到零下五度 通话晴零下九到零下四度 白山多云零下十一到零下五度 白城晴零下十四到零下八度 松原晴零下十二到零下七度 严吉多云转晴零下七到零下四度 长白山小雪转晴零下十七到零下十五度 梅河口晴零下十到零下七度 公主领晴零下十到零下五度 浑春多云转晴零下五到零下一度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休息一下 今段广告稍后节目将更加精彩 您即将收看的是由 吉林银行冠名播出的 全民一起拍 身边人拍身边事儿 自己动手会更加的有趣 这里是全民一起拍 在这个板块里面展示的所有内容 都是我们的热情观众自己拍摄的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也喜欢摄影摄像 欢迎把您的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当中 一经播出 节目组将会给予您 一百元到五百元不等的搞抽奖励 进入到十二月份 很多单位都要开年终总结大会 统筹一下业绩情况 达标的同志再接再厉 不达标的同志抓紧突击 所以很多人都在感叹 这一年的收获是多还是少 像我们节目组的记者大欢 年初的时候 制定的目标有两个 一个是减肥 一个是结婚 他心想啊 东边不亮 西边亮 能完成一个算减着 完成两个就更好 您别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在他不断的努力之下 这两个目标啊 都以惨败告终 他想不通啊 这减肥失败也就罢了 为啥找对象也这么费劲呢 其实啊 这两者之间呢 有着必然的联系 属于因果关系 别人的减肥方式啊 是少吃 他却反其道而行之 到头来啊 这体重越来越大 相亲的对象 难免心里害怕 担心婚后 受欺负啊 所以我就建议他 要想减肥 得运动起来 下面视频里面的运动器材啊 就很适合他 简洁大方 而且经济实惠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注重锻炼和健身 公园成为很多市民 锻炼的首选之地 为了让市民 更好的休闲健身 公园多处 都安装了健身器材 而辽园市的龙首山公园 本着废物利用 便废为保 低碳环保的原则 利用废旧汽车轮胎 及布袋 制作出了 与众不同的健身器材 同样也能达到 健身的目的 深受广大市民的喜欢 最近的天气啊 是说变就变 偶尔呢 还刮几阵斜风 走起道了啊 都感觉费劲 我们的拍客呢 也记录了一下 风大所带来的安全隐患 希望呢 能够引起大伙的重视 近日 汪清县城区 一居民楼的铁皮顶 被大风掀翻 有关人员在现场 拉起了警戒线 警戒线内 都是散落的铁皮 和木头框架 一辆面包车的 挡风玻璃被砸碎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县公安 消防 街道 以及辖区民警 对现场人员 进行了疏散 并利用铲车 叼车 清理脱落的铁皮 气象部门也提醒居民 遇到大风天气 要关好门窗 行人不要在广告牌前逗留 确保人身安全 打平得不得 唠点实在磕 最近啊 江西赣州的一段 高速公路上 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 导致车辆严重拥堵 排队的司机啊 心烦意乱 双手摸着方向盘 滴滴滴滴 一个劲儿的狂暗呢 但结果可想而知啊 没听说过 哪次交通事故 是靠鸣笛就能解决的 往往在这个时候啊 不同人群的心态 就会产生 鲜明的对比来 在距离事发现场 五百米的地方 几位大妈呢 却在翩翩起舞 好像是在热烈庆祝 周围的人群 看后啊 按挑大指 佩服人家啊 不急不躁 心态好 于是乎呢 纷纷拿出了长枪短炮 对准大妈一顿疯狂拍照 之前那些按喇叭的司机啊 也许是受到了音乐的感染 鸣笛的节奏 也变得明快起来 滴滴 以滴滴 滴滴以滴滴 就在大伙啊 沉浸于苦中作乐的 氛围当中时 有明眼人看出了问题 大妈们跳舞所站的 这个位置啊 是高速公路上的 应急车道 原本被誉为 高速上的生命线 此刻呢 却成了娱乐快线 最终啊 跳舞的大妈 被赶来的交警啊 劝离了现场 可能有很多的人啊 不以为然 觉得这应急车道 闲着也是闲着 为啥不能临时娱乐一下 缓解一下拥堵的心情呢 那么我想请问 倘若您家里的孕妇 即将分娩 马上啊 就得送进产房 恰巧 这通道啊被占了 那么作为家人 您是啥心情 病床上的准妈妈 又是个啥心情呢 其实啊 类似这样的新闻 屡见不鲜 比如说 应急车道上 有吃火锅的 有采摘的 还有亲热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 把交通法规 当作耳旁风 一意孤行 为所欲为呢 说白了 就是倒霉事啊 没瘫到他的头上 等到大祸临头 估计啊 连哭都找不着掉啊 说完了安全的问题 咱们再来聊一聊 素质的话题 西安啊 作为我国的四大古都之一 有很多令人惊叹的 世界文化遗产 例如 秦始皇 兵马俑 大明宫遗址等等 近期呢 网络上还有一首 关于西安的歌啊 也火遍了大街小巷 是这么唱的 显人的城墙下色 显人的火车 显人不关 到那儿都不能不吃泡沫 所以啊 一直以来 西安这座城市呢 给外地人一种神秘 而又期待的感觉 但是随着游客越来越多 麻烦事啊 也随之而来 在昆明池公园里 陈列着一个 汉代陶景的玻璃展示棍 它本来呢 是向人们展示 汉代的古景遗迹 但是 却被游客呀 当作了许愿池 每天跑到这里来 往里面投钱的人呢 大有人在 大到一百 小到一块 由于投进去的钱 实在是太多了 已经铺了满满的一层 甚至啊 把井口都给堵死了 这里的清洁工人呢 每天看着钱呢 脑瓜就疼 为此呢 井区也贴上了井士牌 上写四个大字 请勿投币 但是 却完全阻止不了 游客的叛逆啊 你越不让他干啥 他干得越热情 说实话 一平我是多么的希望 也能够拥有一口这样的井啊 我不嫌麻烦 我不怕头疼啊 只要大伙愿意给我钱 我夹到欢迎 但话要说回来 井区啊 就如同一个流动的大家庭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无视规定 肆意地扔钱 和乱丢垃圾的性质 没什么两样 暂且不论啊 那口井 许了愿望 它灵不灵 这种为了一己私利 而破坏公物的做法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社会功德 个人素质 实在是太差 所以啊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实在是有钱 没地方扔了 请您来到吉林广电大厦 记得找我 我叫一平 好了 今天就得不到这里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继续往下关注新闻 2018年12月3号 是第27个国际残疾人日 为促进社会 对残疾人事业的理解 和维护残疾人的尊严 权利以及幸福 今天上午 吉林省残联 残疾人各专门协会 与吉林省 联青志愿者协会等单位 在长春市宽城万达广场 联合举办了 国际残疾人日主题活动 共200多人参加了活动 演出在长春大学 特殊教育学院学生 带来的舞蹈 《最好的青春》中 拉开帷幕 来自全省各市州的 残疾人朋友 带来了盲人独唱 藏运 龙人舞蹈 琴声 自闭症儿童 歌伴舞 《最好的未来》等 十余个节目 其中 由吉林省龙儿康复中心 三位龙牙小朋友 表演的 给妈妈的一封信 让很多观看演出的观众 都感动地落下了眼泪 亲爱的妈妈 我有一多话 想跟你说 医生说我心天失踪 你的世界一下子变成了黑色 妈妈 我为了美丽 希望 为了美丽 说一下 我很高兴 再次来到这个舞台 也很高兴 有两个搭档 陪我来 陪我原貌 我希望通过我的演唱 然后 让所有的残疾人朋友们 看到阳光 然后 其实生活是非常美好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去享受它 今年国际残疾人日的主题是 赋予残疾人权利 确保包容与平等 通过举办国际残疾人日活动 旨在促进人们对残疾问题的理解 维护残疾人的尊严 保障残疾人的权利 为残疾人牟取福祉 促进残疾人 融入政治生活 社会生活 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社会各界认识我们残疾人 我们残疾人朋友 他们要自信 自立 自强 自尊 能够相信自己 在社会上 能够开辟出一个自己的田地 第一报道 刘璐 江盛运报道 同时闹会了迎接第27个国际残疾人日 第三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计 中国制血主会场活动 即冬季十省市特奥联谊活动 在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妙香山滑雪场举行 本届冰雪运动计的主题是 乐享冰雪 助力冬奥 康复健身 共奔小康 本次活动是第三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计的首场全国特色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北京 天津 河北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浙江 内蒙古 四川 陕西等十省自治区之下市的智力残疾人运动员 以及裁判员 志愿者 工作人员在内的三百余人 现场参与了雪滴足球 雪滴赶小猪 雪斜走 雪滴拔河 汉地冰湖 双板滑雪体验等趣味冰雪现身活动 我宣布第三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计 开幕 我和雪滴赶小猪参加的是汉地冰湖 湾西蒙神远参加的是雪地赶珠 我们已经做了好几个礼拜的准备了 希望我们辽宁队今天可以得到一个好成绩 据了解 本次第三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计活动 将持续至2019年3月 活动期间 全国各省市残疾人联合会也将因地制宜 联动开展多场各具特色 内容丰富的残疾人冰雪健身及示范体验活动 第一报道 刘璐 宋克生报道 昨天中午 吉林省青莲和吉林省广电篮球有益赛 在蓝城体育馆举行 最终由前CBA球员率领的 省青莲以94比83战胜了省广电 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基金 本场比赛几乎汇集了两家单位的所有篮球精英 省广电代表队的队员来自吉林卫视 即是公共新闻频道 都市频道等某个部门 他们都是奋战在新闻第一线的从业者 包括主持人 记者 摄像 和后期服务人员 平均年龄 在36岁 球队组建 将近10年 都是篮球爱好者领导老胖 而省青莲这边阵容要更加强大 甚至有些半专业的味道 他们来自全省各地的青莲组织 平均年龄在33岁左右 不仅更加年轻 而且他们都有篮球专业背景 平均身高在1米85的上 他们队中还有前CBA的一队球员 来自吉林部门府的殷庭玉 他曾经在CBA联赛中 单场达下20多分 比赛第一节 双方尽前主力 省青莲凭借殷庭玉的发挥 大比较领先 省广叶随即进行了暂停调整 并且通过多次团队配合 第一节只落后两分 随后的比赛 双方都进行了人员调整 两队50多名球员都获得了出场机会 最终 省青莲凭借第四节 全主力出战的阵容 以94比83战胜了省望点 当然 比分并不是比赛的目的 以球会友 全民健身 无论输赢 在篮球中体验健康和快乐 才是比赛的意义 第一报道 春旭 坤鹏报道 第一报道纵览天下 再来看一下发生在国内外的新闻资讯 近段时间 在南昌市一些空旷寂静的路段 故事线道挂着教练车车牌的车 带学员上路行驶 而这些车多为套牌或挂甲牌 有的甚至是报废注销车辆 据了解 从事非法校学的黑教练车 为逃避检查 多选择夜间教学 科姆三培训的价格是每人每晚 仅50元 近日南昌交集开展专项行动 对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与青云谷区的黑教练车进行整治 超过20余辆非法从事 价培业务的教练车 这些车不仅存在使用假套牌 年检过期 报备车辆的情况 有的还是非法改装过的 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和汽车一样 动车每运行一段时间也要进行保养 南昌车辆段南昌西动车运用所 就是一间动车4S店 主要分一级修二级修 那么我们最常见的 大家今天晚上看的 就属于现在属于一级修状态 根据型号不同 动车每运行4000到5000公里 或48小时就要进行一次一级修 通常一辆动车每运行两天 就要进行一次一级修 而每运行三万公里 则要进行二级修 锁里的正常的二级修 拆开里面的部件 更全面 更细路 细致 更深入的一种功能性的检查 当动车运行了60万公里时 就需要返场进行 更为彻底的检测和维修 被称为三级修 当动车第16次返场维修 即运行了960万公里时 便达到了报废年限 按照设计 一辆动车可以为旅客服务20年 来到新疆和田 要一睹和田美誉的芳荣 那就一定不能错过 和田与都城大巴扎 这里有1300多个摊位 100多家精品店 专营各类美誉 早上一开始 卖誉者 爱誉者 逃誉者 还说自己独特的玉石巾 蜂拥至此 各展其能 在大巴扎上 献宝 逃宝 往来客商在汤位间 穿梭寻宝 讨价还价 刚买的吗 刚买的 嗯 这个 3000多块钱 十包月呢 不骗人 货人价实 商量的货 给客人的解了清楚 让人特别满意 贵度客特别多 直飞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935航班的 空客A350900客机 一号顺利降落在 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标志着国航 全新引进的 空客A350900 上海至法兰克福航线 成功完成首航 据了解 该客机机身结构 大量应用轻复合材料 有效降低燃油消耗 提升运行的经济性 和环保性 各舱尾均选用 业内最新的座椅产品 舒适度大幅提升 此外 客机还可提供WiFi服务 旅客可使用 自己的移动电子设备 连接机场WiFi网络 实现地空护林 当地时间12月2号晚 距离立陶宛首都 威尔纽斯近200公里的 帕克鲁奥伊斯庄园 张灯节彩 美轮美奂的 中国彩灯节 正在这里上演 23组来自中国四川省 自共事的大型彩灯 为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的 漫长冬夜 增添了一抹 温暖的亮色 据了解 此次彩灯节 将持续至 2019年1月6号 第一报道 综合报道 又到了我们的专题板块 我的时代 我的歌的时间了 今天呢 我们将走进一首描写 爱情景象的歌曲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这首歌呢 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入选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 这首歌对于 80年代的青年男女 还特有一番特别的影响 因为这首歌里所描写的 爱情景象 与他们当时的生活状态 和精神倾向特别的吻合 积极向上又充满了 浪漫的情怀 这也是最能公开 并且放开歌唱的 爱情歌曲之一 让我们共同走进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这首歌呢 是1979年首创 也是由我们国家著名的 女歌音歌唱家 于春老师首唱的 是电影《甜蜜的事业》里边的 一首插曲 当时在1984年的时候 面对全国电视观众 那个春节电话会 那个时候可能是全国人民 都在守望的一道大财 一时间传遍了大江南北 青年男女谈恋爱啊 都看这个电影去啊 来听这歌 那时电影不太多耶 这歌非常学历 非常美 动听 我们那时候谈恋爱 连扯手都不敢扯 他们的 在马路这边 跟那边 一次摸手的时候 真是给我自己修的 变好耳四 真是不好意思 这样还记得吗 在哪个地方 记得吗 一栋河吗 对还记得呢 就这一个握手的小经过 就是记忆的 真是记忆深刻 再次听到这首歌 或者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 我想我们心里都应该有一种 不同的感受 那个时代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时候 是一种 一种展望 一种期盼 那么四十年 这样一头一尾的 一回望呢 我想这首歌 应该是在当时 唱出了 人们对真正 美好生活 一种向往 那么现在应该讲 到这个时候 这种向往应该讲 变成了实际 那么重新再唱它的时候呢 我想就应该是 对一种新时代的期待 一种新时代的期望 每天来到这个美丽的广场 穿着美丽的服装 这都是以前 我们想都不肯想象的 感谢这个时代 让我们过上了 幸福快乐的日子 那时候我们吃点肉 我们真的是过年的 穿肩新衣服 像过年一样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天天过年 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 走向富强 通过改革开放 四十多年以后 我们的国家 逐步就强大了 人民的生活 越来越美好了 正像歌里所唱 生活充满阳光 幸福的国家 幸福的花儿 今宗可爱情的歌儿 随风飘荡 庭� uma太一样 让你 Vanessa 借助 远近 借助 远近 借助 婚書 ¡ 从来呀 从来呀 先来看一组新场新闻 近日在内蒙古包头市 开往北京的Z3184列车上 一名旅客是突发急行哮喘 经过车上乘务组和旅客的救助 这名旅客最终是转位为安了 列车刚从包头开出不久 17号车厢的一名旅客突发哮喘 这会儿是不是要看 行 这会儿 行 它现在就是好着 不能坐 不能坐 它的脸就已经当时憋得通红 就是然后明显是喘气 就喘不上气来 然后那个嘴脏得特别大 但是感觉那个都呼吸不上来 乘务组迅速通过广播寻找医务人员 患者随行的两位朋友也对他做了简单按摩 但情况不见好转 车上旅客中的一名急诊科医生 听到广播后 立即赶到现场 咱们车上不是配有那个小药箱吗 里面有个药好像刚好是治这个消产的 给他服了几片药 然后当时是过了十多分钟吧 他稍微有点缓解 后来他自己就能说话了 列车到达前方呼和浩特车站后 这名女子立即被等待的120救护车 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已经脱离危险 前两天江苏海岸市多地出现 能见度不足50米 局部能见度不足25米的强浓雾天气 这样的天气估计连老司机 都得小心点开车了 可一个两岁不到的小朋友 竟然自己骑着小车上路了 清空显示早上十点半钟左右 漫天的大雾还没有消退的迹象 海岸市区万兴路一家电器商行 出来一位骑着儿童车的小朋友 只见他在门口逗留了一会儿 就一路停停走走 上了门前的公路 监控中小家伙到了路中间 路上来往车辆较多 他在路上停留了一会儿之后 便将小车扔下 又一路摇摇摆摆 往北边的路口跑去 而这个时候 在店内谈生意的父母 才陡然发现孩子不见了 就是等着小的孩子 发现孩子没有了 然后突然一看 哎呦 菜子都得翻在那个路上 外面全部是下的大雾 看不见 只能看一顶顶 心急火燎的孩子父母 沿着门前道路寻找 十多分钟后 社区工作人员通知他们 走失的小孩被驾车从这里经过的好心市民 葛亚红夫妇 送到了社区警务室 我就看到他们家小宝宝 一个人在路中间嘛 车好多 然后他自己又跑到路边上 又摔倒了 然后又赶紧跑 看了一下周围没有人 然后我跟我老公就掉头 又去看了一下 就是还是他在 然后就把他报上去要报警了 民警赶到时 葛亚红夫妇俩 已经离开了社区警务室 孩子被社区工作人员 交还到父母手中 前两天在大广高速 河南新乡长远收费站 一名叫警强行把ATC卡杆搬走 床卡通过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下来看一看 民警带着救护车 强行搬开栏杆 床卡的这一幕 发生在11月26号 当天12点左右 大广高速新疆风九段 一辆半挂货车 与一辆中型货车 发生碰撞 事故现场是一片混乱 中型货车的驾驶室内 一位五六十岁的女性 头部撞向 这个当风伯利 处于昏迷状态 旁边还站了一个 五六岁的小孩 满脸泪水 刺激了 当时是游轮刺 不知说错 昏迷的伤者急需救治 但省道227维修现行 加上大雾天气 导致路段拥堵 救护车一时难以到达现场 为了争取抢救时间 民警滕红尘决定 先将祖孙二人 从事故现场背到警车上 然后驾驶警车 与救护车会合 很快警车与救护车 在风秋服务区会合 但风秋站因为拥堵 无法下站 此时民警与医护人员决定 将伤者送往最近的 长远线救治 到了长远首飞站以后 这个车辆比较多 在这种情况下 我既然把ETC卡车 强行扳开 让救护车传卡通过 在高速民警 和救救人员的接力之下 两名伤者 被及时送到医院 接受治疗 目前伤者以不生命为限 那节目到最后啊 还是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明天就要开始强降温了 所以说这个秋衣啊 保暖裤啊 包括这个棉鞋都掏出来吧 真是 对于一些司机 像我这样子比较懒的司机 还没换雪地胎是不是 懒多的心理赶紧收一收 因为再过两天 潮是趋势啊 估计得下大选了 所以赶紧雪地胎呢 换上之后 咱们能够保证一个 道路的平安适长 而且现在不换 过几天再换的时候 肯定大排长队 到时候浪费时间 都说这心理得多着急啊 没错 这最近的 我们说江苏那边 是能健康比较低 老家那边 也不能放松 一定要是确保自己 在每天出行 打好提前量 确保一个安全 平安顺畅的通行 所以说总结起来 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天衣保暖 见